今天你看新闻了吗 看了看了 新一代时间管理大师出土 想不看到都很难啊 前主播AKA金钟主持人廖柯奕 七号非常突然地 宣布再婚T台主播请你签 这当媒体圈圈 娱乐圈圈好友要送上祝福的头时 竟演变成丑闻连发 新科的时间管理大师 除了目前台面上 ABCVS等妻女以外呢 又有一位受害者歪女曝光 她在现实动态写下 本来一开始就是错误 真的没有时间浪费在 不值得的人身上 甚至还说啊 我用最温柔的方式保护你 我不曾爆料和伤害你 富足的人永远不怕被受伤等等 字字句句感叹也看得出用情很深 非常厉害 帅到连曾国成都赞不绝口 我们也同时取得了各方消息 发现廖可以披着阳光的位表 内幕呢 却是多批成因 而且调妹的手法 还有分微信联络 或是LINE聊天 等级不同 相信呢 对于秘境的定义啊 因人而异 有的人认为秘境啊 肯定是显为人虚 不过我们知道廖可以口袋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啦 就有知情人士透露 廖可以家微信聊天的女生 虽然给这些女生的说法是呢 世界各地比较好联系 不过确实她可以 有空再寥寥的后花园 而加LINE的后宫 她就会稍微慎重一点 而廖皇各宫嫔妃的来历呢 不乏粉丝 又或是朋友的朋友 像是A女 就是廖刻意的粉丝 被廖刻意藏了将近一年 感情不能见光就算了 帮廖皇出钱租房子 廖皇口袋空空的时候 还跟她借钱 直到最近 才知道秦灵签的存在 更惨的是 廖刻意直接把她封锁 离开旧潮 奔向心窝的同时呢 还顺手把A女买的电器 家具 像是西城 气冲师机 吹风机 Switch 通通拿走 甚至千元的名牌内裤 也跟着不翼而飞 根本人才两师 另外B女为廖刻意 半年堕胎两次 C女被要求传显示照 V女收到廖刻意的半身裸照 S女形容 廖刻意的嘴巴沾得很甜 聊天总是有意无意 说到结婚生小孩 编织一个梦想蓝图 其实想想还蛮脸红的 来来来来 这感觉真的是 蛮复杂的 到头来 却是一个空的未来 不过廖刻意似乎早有预感 复仇者联盟会友反击 先一步发文打预防针 有了把柄在外遇对象手上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逼迫离婚与情绪勒索 最新被先牌子扶正的 就是跟她过去一样是主播的秦林谦 上一段婚姻也是失败收场 虽然两人称热恋八天结婚 其实是刻意制造时间没有重叠表象 不过ABCBS女组成的复仇者联盟 时间交叉比对 重叠起来真的非常的复杂 廖刻意也对未来期许 说她过去的感情曾经也处理得不够好 就像她一样都经历过失败受过伤 都付过各自的代价 获得秦林谦的声援 我们也独家问到廖刻意的小学同学 她不禁感叹廖刻意从小品学兼优 还是班长 长大之后不晓得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让她的感情观如此扭曲奔放